某一位老知识自云得念佛三昧 但他现在病得很痛苦 请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念佛三昧 首先你要懂得三昧的意思 三昧是印度王 繁语音译过来的 他的意思是镇定 镇受 从戒定会上来讲是镇定 从日常我们受用才说的是镇受 那什么叫镇受 苦 落 忧 习 死 这五种受都不是镇受 那你就晓得了 镇受最低限度 身没有苦落 心没有忧喜 这才叫镇受 念佛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心得自在了 心得自在是心里面没有忧喜 心自在 身就自在了 身就没有苦落 这十三昧的心里面 用念佛的方法就叫念佛三昧 用华严经里面 用华严经里面修灌的方法 像这个 弦首故事 叫到我们的望境还原灌 那个修成就叫华严三昧 你是用华严的方法 用金刚经 剥弱的方法就得 剥弱三昧 所以三昧的名称是很多 那什么 一种的方法不同 但是境界完全相同 苦落又细时都没有 那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 清尽贫等觉现象 这个是念佛三昧 如果还有苦落又喜 这个清尽贫等觉没有现象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那是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